男子骑着U-bike来到民宅前 东瞧瞧西看看 接着他雨伞一收 单车一丢 突然大手撑上墙壁 翻墙进入民宅 没多久他开门走出 被民众撞见 觉得不太对劲 因为这屋主根本不住在这 东西找不到赶紧骑车离开 但屋主急忙报案 警方通知53岁黄姓男子到案 他却改口称朋友说 那里是鬼屋 受托去抓鬼 一旦啊 那是他闯进去的 里面没事啊 警方不踩信 因为这抓鬼阿贝 有窃到诈欺前科 仍将他送办 但抄虾窃嫌还有这 监视器拍向路口 下一秒突然一片漆黑 同一条路 另一只监视器夜市相同命运 原来全是被笑偷喷漆 犯案前一喷再喷 以为这样就抓不到他 这个都是啦 用力出来 用力带来的 对象冠窃 为了到基隆外木山的咖啡店 行窃沿路喷下整条街 九支监视器 在闯入店内搜刮6000元 警方扩大搜索 发现他人就多在店面后方草丛 人赃聚货 讯后深压获准 记得张正明 黄玉兰采访报道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 打架完之后呢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 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喔